老人家一到会场 立刻有志工上前引导入座 想换个新造型过年 现场也有专业美髮师帮大家免费译剪 剪完头发还能顺便做个口腔检查 来这里和老朋友叙叙旧 看孩子们的精彩表演 长辈们都显得相当开心 这是士林区健康服务中心 和士林健康促进协会 共同举办的寒冬送暖活动 邀请辖区260多位独居长辈 一起来围炉吃尾牙 平常独居长者他独自居住在家中 那我们地段的护理师 其实也会到家里面去进行 家庭访试还有一些关怀 那最主要我们今天办理活动的一个目的 是希望我们这些长辈们 他们能够走出家门 多跟我们社区有一些联系 我们以抛砖引力的方式 来引起让我们的社区 让我们的社会更温暖的 对推动长者清老敬老 及推动高年友善城市 活动结合37个在地企业及个人参与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提供长辈精致餐点 每个人还能收到一个红包 希望用实际行动来关怀长辈 让他们提前欢度温馨好年 海波大台北数位新闻 刘翔亭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周后